新闻事件 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川普法治理念 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买到特家的商品 很多人估计都会蹲点抢红包 然后找好友点赞 守在电脑前等待秒杀 折腾半天也不知道是不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有没有以更优惠的价格购买到自己心仪的商品 我相信有一些人是如愿了 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人发现自己受骗了 比如说小王 上十一期间小王就看中了一款充电宝 这款充电宝平日的价格是69块钱 而冲冲公司在官网上发布的广告显示 在某一个时段这款充电宝特价49元 那么为了能够买到特价的充电宝 小王还特意订了闹钟 提醒自己到这个时段赶快下单 这优惠时段一到 小王就立即下单 生怕自己错过优惠时间 提交订单以后 小王也没有细看价格 就通过支付宝向充充公司付款了69块钱 可是小王收获以后才发现 价格有误 自己等着这个时段 就为了能够买到49块钱的充电宝 可是最终付款仍然是日常价69块钱 在和充充公司克服几次协商为国以后 小王就以充充公司实施价格欺诈为由 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撤销网络购物合同 适用退一赔三的条款 有充充公司保底赔偿500块钱 我相信像小王这样遭遇的消费者 应该不值他一人 但是有一些消费者可能最多给个差评 或者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小王就是这么较真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按照法律来说 小王遭遇到这种情况 他能够得到怎样的维权结果 那么小王是认为充充公司存在价格欺诈 那么充充公司是否构成价格欺诈 什么样的情况才是价格欺诈 小王的请求是否又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 就这相关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今天我们就邀请北京龙安昆明律师事务所 宋建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宋律师你好 方航你好 各位网友好 感谢宋律师 那么也就请宋律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法律上规定的是什么情况属于价格欺诈 根据价格法以及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 价格欺诈它这个行为是指经营者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商家 它利用虚假的或者是误解的标价形式 或者是价格手段 欺骗诱导消费者或者是其他经营者 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 本案所说的公司 因为叫充充公司 它的行为的话 其实很显然 它是以一个49块钱的那么一个标价 然后结算价是69 那也就是说 它是以一个低的价格招揽顾客 然后就以高价进行结算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是我认为是可以参照 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中的一个条款 来认定为充充公司构成价格欺诈的 其实我们这个价格欺诈的行为的话 并不是网络购物所独有的 就是实体店也会有这种价格欺诈的情形 往往会遇到了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发现 例如说像我们经常进到一个商场里面 可能做一个促销的活动 他说这件衣服的原价2000块钱 然后我这个活动价 我就打折打两折400块钱 但事实上呢 这个衣服的原价并不是2000块钱 但是你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价格还是普遍存在的 我也在问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去网购 他们就说 这个很多时候都是他活动以前把原价就给提高了 然后他再跟你说打几折几折的优惠这样来吸引人 其实这也是属于价格欺诈的一种 关键有一个问题就是 作为消费者你怎么能够知道他的原价到底是多少呢 是不是他说的算商家说原价是多少就是多少 这有没有一个可以识别的一个标准呢 其实这个标准的话 客观来说作为消费者 他是在第一时间他是很难知道的 但是呢如果就是有经验 或者是说他比较广泛的消费者的话 他可能就是跟其他家去比较 在你这个商场你说原价是2000 但同样的衣服 我在其他的地方一看 人家原价也都是500 那你现在400块钱 你跟我说打两折 那我就可以拿到这个消费者就可以去 比如说去法院起诉就相应的来追究你这个价格欺诈 追究你的那个侵权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的商家你就得 你认为你的原价是2000 那你就得拿出证据来 那证明你的原价是2000 一个星期或者多长时间 你的成交的价格是多少钱 如果说你拿不出这个2000 这个成交价格来的话 那你就没办法证明你的原价是2000 那可能你这个价格欺诈 就会被法院所认定 所以价格欺诈 这个就虚构原价 这也只是启成了一种方面 其实还有我们经常遇到的还有很多 例如说一个商场 他那个大喇叭 或者是纸质的宣传单 说的我这个是全市的最低价 我这个是行业的最低价 或者是说同类产品 我这是最低价 以这种方式来吸引顾客 也是他根本做不到 它是最低价 其次他也没有依据 甚至是没办法比较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这种行为 也是可以认定为价格欺诈的 还有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一个是那个模仿正寿 我去买一双鞋 然后刚才说是 这个鞋是看标价600块钱 一双皮鞋 那打着的那个广告是 买一剩一 买了 我说这个鞋我买了 听闻我是先问了 才业结账的 他告诉我说 这个买一剩一是 买600块钱的一双皮鞋 然后呢 送我一双袜子 这种买一剩一 这个是最坑的 如果说你要是付掉款了 你再问他 他再告诉你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作为消费者 当时我就自认倒霉 认为是自己的错误 但这个事实上 也是商家的一个 价格欺杀的行为 其实我相信 大家也会有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遭遇 通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怎么来维权 或者说商家 他应该承担一个 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行政方面的 行政处罚的话 它有可能是 最低的话 也就是要 责令改正 或是违法所得 处罚款 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 但如果说是 没有违法所得 这时候也是可以出罚款的 但是一般是 可能是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以下 当然了 如果这个情节特别严重的话 那就有可能 商家的 会被停业整顿 甚至是掉下营业执照 这都是有可能的 另外一个人就是 民事赔偿方面的 可以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去要求商家 退一赔三的 这个赔偿 也就是说 还有一个兜底的条 可能是说 价值非常低 例如说像本案这个充电宝 在这时候的话 假设就以六十 就以七十吧 那算了吧 退一赔三七 才二百亿 这个是很难 对商家起到一个制约 或者是说 一个作用 因此的那个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还有一个规定是 如果说这个赔偿的金额 不足五百元的 就为五百元 买这个充电宝 这个消费者 他也能够得到五百块钱的赔偿 那这个案件呢 最终是法院判决 冲冲公司 保底赔偿小王五百块钱 并且退还货款69块钱 那么小王退还 中中公司的充电宝 也就是说 小王维权成功了 同样也有一个案件呢 小李也是维权成功了 那么小李呢 他是在购物网站上 购买白酒 经过搜索以后呢 他就发现 有一家购物平台上 销售的白酒 正在做特价促销 六瓶八千三百四十九块钱 那么他当时呢 想着特价 就立即下单了 但是呢 他买了以后 再回去网上看 这个商品的价格的原价 跟特价是一样的 仍然原价标注是 八千三百四十九 然后呢 他就马上向北京市 价格举报中心 进行了举报 举报以后 小李呢 就跟公司达成了 一个谅解协议书 也就是说 公司赔偿小李 八千三百九十四 然后呢 小李把酒 退还给公司 同时呢 承担一个百分之二十的一个违约金 其实这样是有一个约定 如果双方没有这样的一个协商约定的话 事实上小李仍然是可以以价格欺诈为由 主张退一赔三是吗 是的 因为他这个价格是标明了特价 想你去买这个酒 也是因为你标明了特价 他就去买的 所以呢 很多人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网购维权 通常情况下 应该怎么来收集证据 如果我们每个人遭遇小王的情况 都想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权的话 那么这个证据可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网购因为它的特殊性 也就是例如说刚才小王这个 他不会签订一个书面的合同 有这种特殊性的话 就可能导致了消费者的维权的难度比较大 就保留证据的难度比较大 我的建议是在网购的过程中 也有意识地去保留证据 网店的电销二啊 这种或者是客服啊 有一些聊天软件进行一个沟通 这个沟通的内容 你就可以把它保存下来 不要轻易地删除 然后还有你说 你网店在打折促销的活动的时候 它会有个很醒目的那种网页上的一个显示 这个网页你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然后还有宣传图片呀 你的订单呀 订单的页面呀 付款的页面呀 包括物流的进展 截屏呀 或者是通过什么方式把它保留起来 但是如果对于标的比较大的话 最好是能够去向公证处提出一个申请 由公证处这边来进行一个公证 通过这种公证处的一个公证行为呢 你这个所收集到的证据 它的真实性法源更认可 然后证明力会更强一些 第二个呢是签售那个来的快递之前 我们先查完了 查验一下货物再签 最好是这样子的 假设我说在网购 我买笔记本电脑啊 这种价值比较高的的话 我就会把它先拆开 看一下至少我看外观 没有什么破损 确保这个情形了之后 我再进行签售 你签售就表示你收到货物 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 甚至那你签售的行为 就是给对方一个证据了 证明你收到这个认可的这个货物了 当然了签售 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个实际的困难 是它可能就直接放到那个快递柜里面 比如说蜂巢啊这类的 在快递柜里面的 你回头再去取 这样的话也就没有一个 先验货在签售这个过程 但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们是可以取回来之后 拆开包裹一看 这个东西啊 是我想要的 留着了收着了 如果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好 我就不想要 也可以跟在沟通退货 那么我们会看到啊 两个案例最终大家 其实都算是维权成功了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 如果很多这个网购 尤其是在双十一之后 大家发现有这种情况呢 积极地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可能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存在一个异地维权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网商 看不见摸不着 那么这种情况 你是不是要跑到商家那边去维权呢 那么我们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啊 就着怎么维权呢 再跟大家来继续聊这个事 那么也感谢北京龙安昆明律师事务所 宋建律师 那么大家如果想获得我们节目的图文资料 欢迎您关注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 在历史消息当中 就可以找到这期节目的全部图文资料 那么大家在生活工作当中 遇到一些法律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向我们进行咨询 您可以添加15974827467 这部手机号码的微信号 就可以找到我们 他们都非常的资深专业和负责任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